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是昨天正式公布 提出三年之后要基本完成国际一流的湾区框架 到2035年要实现大湾区内的市场的互联互通 其中香港要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扩大于内地的跨境投资空间 并且连同广州及深圳还有澳门建设国际创新科技的中心 那么接下来一连几天我们都会和大家来一起好好聊聊湾区的那些事 在林郑月娥特首日前也是重申一国两制 将是大湾区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社会期待特区政府采取切实的行动 来继续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 与金融与法治等层面的绝对优势 强化本港在区域经济的龙头角色 同时也要把握机遇来推动本地产业转型发展 让市民能够真正地享受到经济融合的实惠 无疑可以看到的是香港会议是大湾区当中的重要的议员 在金融 航运 专业服务等领域都是比较有优势和国际的声誉 但是在产业高度单一化以及支柱产业竞争力下降的两大制走之下 我们也看到在支柱产业的明显不如以往的表现 如果政府没有高瞻远瞩的规划 局限于部分反对的声音 无疑将会拖慢香港在湾区当中的发展了 没错 其实大湾区规划已经既定成为事实 香港如果不积极地去应对 只是甘于像之前一样做一个中间人的联络角色 甚至是以后变成旁观者的话 最终就会失去一个自主的地位 难逃被规划的命运了 中央向来都重视政治符号的意义 所以此次宣讲会址是选在香港 就足以说明香港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么在大湾区当中我们看到 香港是既属于国家的一个中长期经济发展的一部分 同时也是处在湾区走向国际的前沿 那么特区政府要制定一个清晰发展的战略 和有效的管制方式 才能够在这种发展模式中争取到主动权 而不是被动的被分派任务 那么社会精英也需要认清当前的形势 提出对香港有利的一些创想 那么并且是积极参与到推动港人 如果是想继续装税被规划 恐怕将会成为现实 其实我们回顾政府在过去两年多的作为 虽然说态度比较积极 但是为香港求索与创造发展机遇时 仍然是举步维艰 前瞻性和行动力 也是相比其他大湾区的城市来讲略显逊色 在大湾区的整体布局上 香港与其他城市协调的时候 其实需要它具有很明确的定位 本港的专业服务仍然是非常有优势的 其实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比如说像一带一路上 作为中外企业衔接的这种桥梁 或者是内地与国际之间 去沟通的一个桥梁等等 所以香港一定要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 来发挥出来自己本身具有的优势 把这个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一个手上 但是我们也看到 一带一路跟大湾区的发展 其实也是不尽相同 前者是衔接中外 后者却是香港跟内地发展的一个衔接 如果香港只是依赖于传统的优势 向服务业 那么未来遭遇迎头赶上的机会 还是很高的 如果政府再不努力 社会经营也不更积极地参与 那么被超越和被规划 恐怕真的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在特首林郑月娥曾经她表明 香港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大局中 不再是联系人了 而是一个参与者 那这个定位其实是很好的 那各界应该认识到香港 在大湾区的领头羊 这样的一个地位 在巩固优势产业之外 更应该提出创建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想法 我要做什么 我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做什么 来主动来争取在大湾区的发展空间 并且也协助她来制定一些发展的方向 加强在香港 在各个城市之间的协调作用 在产业政策上规划也应该更为的进取 那借此提升经济结构转型的效益 解决竞争力略显不足这样一个困局 那我们看规划其实也是层层相扣的 要扩充香港的发展潜力 让市民受惠于大湾区的融合发展 首要考虑就是港深两地的一个 相互支撑和协同的发展 那么在大湾区的概念当中 对香港最有直接作用的就是这个协同发展 但是过去政府 立法会还有媒体 都很少来讨论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过去也并没有正式地提出 同时各界对于大湾区的概念认识 也是比较不足 难以引起一个舆论的关注 可是我们看到现在大湾区 已经提升至了一个国家的战略层面 成为了一个超越了几千万人口的 这样一个共同发展大计的时候 协同发展也是成为了本港不可回避的议题了 没错 再来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这个概念对于我们的生活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它的作用在于突破城市间的行政分割 还有保护主义 促进在经济 社会 环境 城市空间等方面的 协作规划 运行以及发展 构建联合大都会圈 并且透过制度创新来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 从而提升经济效率 那放在大湾区强调的协同效应层面上看 由于共同发展利益所系 港深两地在未来从地缘经济环境上 可以变成一个相互依存 相互补充的关系 那么大湾区内的一些中心城市 其实也不是什么一些新颖的概念 但是在本港却长时间的没有被多方面的重视 那之前提出一些像同城化的这样一些概念 那其实也不是像大家理解的字面所指 说两个城市要合二为一 那么它的本意是为了协调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 形成一系列的一个制度安排 还有运行机制 令到市场 产业 还有基础设施来一体化 那么借此可以共享资源 还有产业分工 从而提升整体的竞争力 所以其实对于香港来说 与深圳的联系就算增多 也并不等于我们要放弃一国两制 反而是在保有自己独特的制度优势之下 来拓宽一点发展的空间 因为本身香港我们都知道地方小 你要去拓宽空间才能争取更大的机遇 其实与香港来说 反过来看是个一举两得的事情 那我们回看深港两城 深圳去年的GDP达到了2.4万亿元人民币 那经济总量居亚洲城市的前五名 所以这对香港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触动 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就是深圳确实在不断地追赶 虽然我们说人均GDP方面跟香港对比 仍然有差距 但是我们冷静客观地来看一看 比较一下两地的发展势头 大家都不难看出 其实深圳要想超越香港 其实可以说是指日可待 那么深圳的经济增长率 常年的大幅领先于香港 那么服务业的产值 我们也看到 这个占比也是在日益的提高 那我们可以预见 两地的实力差距可能将会越来越近 那么在这种考量之下 与其任由两个城市之间来恶性地竞争 那不如说尽早地推进资源的共享 优势的互补以及协同的发展了 日自大湾区规划 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以来 各个城市的准备功夫 就如箭在悬了 特区政府与香港各界精英 其实已经注意到说 香港有一点落后于人的趋势 在寻找变与不变的新平衡点时 政府不但需要巩固制度 和传统产业的优势 更应该跨过政治阻力 认清经济融合的必要性 并且积极落实各项举措 大湾区以不同的城市为中心 向外辐射的构想 便是在保持一国两制的一个大原则之下 以本地的利益为一归 尽量是把制度差异转换为一个竞争力 减低区隔 让人货物资金还有信息 加速的自由流动 那么借深圳在科研创新和制造上的一些能力 促使香港的经济结构转型 相信这才是香港主动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的一个应有的作为 其实我觉得在大湾区的这样一个规划 落地的时候 很多人会有点紧张 会觉得说怎么办 将来香港失去了优势了 或者是说我们被别的城市发展 发展过快而超越了 但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去让我们来静静地反思一下 我有什么优势 我将来在这样的一个大局之中 能够去做些什么 去主动一点 其实我们看回到香港的经济发展的历程 可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一些年轻人 当时都会做过铜工 都会做过一些浇花厂 或一些手工作坊 其实那个时候的香港 可能还是一个所谓的 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个工厂的一个角色 但说明也看着 伴随着我们经济结构的转变 那我们重新找到了自身的定位 那么金融服务也成为我们香港的一个 这个独特的优势产业 对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不可能固步自封停留在过去的工厂 它如果说能够弯曲承载到 我们在这一块工业的需求 或者说在我们的一些角色定位方面 可以分担我们的一些压力的话 那么弯曲当中 大家各司其职 每个人找到自己的定位 行使一个资源的优势互补 那我想这个是弯曲 最希望能够实现和做到的事情了 没错 所以如果运用好自己的优势 相信香港在大弯曲的整体规划之下 会有一个更加光明 更加强势的未来 今天时间关系的财经世界 先陪大家走到这里 感谢收看 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不要走开 我们再会 再会